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我去外地采货 夫妻就会回来 你照顾好电堂 请先生放心 不好 肖善人果真有难 我已知道 我这就下去 点话便是 小人堂听着 你不久将大祸临头 因你平日积德行善 不忍见你遭此厄运 故前来点话 送你四句寄语 切不可等闲闲对待 记住 冯桥莫亭舟 剑游击抹头 斗骨三生米 莫农碾笔头 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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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桥莫亭舟 剑游击抹头 剑游击抹头 头骨三生米 莫农沾笔头 冯桥尔 冯桥 怎么了 没什么 快睡吧 相公就要下雨了 咱们在桥下停一停吧 风桥落屏中 使不得使不得 快快划过 快快划过 真是天意啊 好险啊 要不是先生吩咐 你我都没命了 菩萨电话如何不信啊 菩萨在上 受萧某一拜 快 菩萨在上 萧某一拜 再陪我好好乐乐 乐乐 小鸣 我说小孩 你家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了 他也不知道 此次采货蒙先生照应 提前半个月就把货办好了 真是多谢了 萧先生需要什么 尽管吩咐 不必客气 尽管跟我说就可以了 今后少不了麻烦 不必客气 好 再下告辞了 告辞 你还磨蹭什么呀 快点啊 我这就来 梁子 梁子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梁子 我回来了 开开门 快点 快点 梁子 梁子 相公 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马上就来 快点 快开门 快开门 回来了 快 进来吧 怎么开的这么慢 怎么开的这么慢 白日得插门干什么 哎呀 相公 这几日 我身体不适 睡在床上 刚才相公敲门的时候 我睡着了 我一个夫道人家在家 不把门关紧 怎么能放心呢 睡着了 怎么还有响声 什么响声 什么响声 是不是听错了 相公 你肚子饿了吧 我就给你弄点吃的 来 先擦碗热毛巾 医生你不适 你也别太劳累了 医生回来 我的病就好了 我知音菩萨 多谢菩萨电话 医他为难 见游记摸头 这次我定要除掉那个老家伙 这次我定要除掉那个老家伙 是 你这头油气呛人 沫那么多油做啥呀 娘子也有所不知 算了 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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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奇 快来 我娘子被杀了 康奇 你快来 是吧 这还了得 你咋来等着 我马上就来 杀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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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小先生 身体要紧 是 小先生 你也不要太疼过了 我一拆小二去找吴氏家人了 天哪 这家伙 如何是好 小先生 你别太难过 上个身子 你去看看 我苦命的女儿 我苦命的女儿 你还我女儿病来 岳母大人 谁是你岳母大人 你别忙 你坐下说 这门不开 护不起 半夜就你们夫妻在一起 发生这杀人之事 定是你做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 她是我的妻子 我怎么能杀她 早知你夫妻不和 小女对你诸多不满 她曾多次对我言说 未曾想你竟动了杀机 你怀想你了 小先生 小先生不是这种人 是 有话 您慢慢说 不可打人 我要她陪我女儿命来 赶紧去报官 赶紧去报官 我要叫她杀其之罪 我去报官 我去报官 我女儿命来 你看 让她去报吧 这案子 你总得查清楚 原告吴老太 你壮告何人 我告女婿萧仁堂 你何故告她 我告她杀其之罪 有何凭据 原有 我女儿跟萧仁堂夫妻不和 小女儿经常回家诉苦 萧仁堂心中只有药铺 并不将萧女放在心上 此起夫妇家事 怎会引起杀其之案 萧仁堂外出购药两个月有余 回家第一晚 与妻共枕 妻在旁边 萧仁堂怎不知凶手是谁 引起杀其之案 萧仁堂外出购药两个月有余 回家第一晚 与妻共枕 妻在旁边 萧仁堂怎不知凶手是谁 况且 这夜间门已上栓 旁人是进不去的 这凶手不是萧仁堂又是谁 请大人掩饰勘查明断 还望大人为老夫做主 禀报大人 小弟掩饰完毕 情况如何 速速禀报 吴氏戏被菜刀所砍 立时毕命 房前屋后皆无痕迹 当时只有萧仁堂和琪琪在室内 船岛边拾到一把菜刀正是砍无视所用之刀 将菜刀呈上 是 是 萧仁堂 你可认得这把刀吗 不认得 就是他 就是他用这把刀害死小女的 这是萧家的刀 这不是我家的刀 大胆 萧仁堂为害心腹 还不从事 找来 在下冤枉 吴氏确实不是在下所害 请大人明察 来人 在 大行 伺候 是 大人 我冤枉 大人 大人 我冤枉 大人 我冤枉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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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是在西南岛 也罢 我就找了吧 让他画鸭 来 老爷 你说什么 萧先生一声行善 怎么会杀妻 这事可太奇怪 说不定这是个冤案 萧先生为人 平时对谁都帮助 他怎么会杀妻 这绝对是简爱 可萧先生为什么自己招任了 你说这不奇怪 刚好就是我相信 大人 大人 你可回来了 这个公文你来你吧 我 无法写了 怎么回事 本县 方才审定消人堂杀妻 正准备 正准备成功文上报 却被粘住笔尖 无法下笔 你说此事 倒是怪不怪 莫非此案 莫非此案有什么冤情不成 你去狱中再审问一下萧仁堂 便知端倪 先生是萧仁堂 小先生 你不记得我了 我就是五年前 被你救助幸免于死的王农啊 后来 小生考取秀才 在浙江陵县 做了书例 上个月 刚随县太爷 改到此地救祖 本想去寻找恩人 想不到 却在此相遇 五年了 我一直在寻找恩人 想到达您的恩情啊 现在 没想到在此相见 只信说 先生杀了妻子有歧视吗 实在是冤枉 既是冤枉 那为何招认呢 毕竟是不难来 巨大成长 说不定 我命里注定 要有这场浩劫 任命吧 但就菩萨 等再次保佑我渡过难关 静来时 这先生大作念佛 不知 是啊 你有所不知 观世音菩萨 曾贤圣 保我两次性命 此话何意 说来话长 一日夜里 我梦见观世音菩萨显射 送我四句寄语 封桥莫亭舟 剑游寄莫头 斗骨三生米 龙莫连笔头 我去办货 如果桥下大雨 我不敢亭舟 当时一块石头砸下来 险些砸到我的头上 我心没遇难 我回到家里 见尤撒 便抹到了头上 没想到 还是早死狠祸 我真不理解 这后两句 是什么意思 斗骨三生米 龙莫连笔头 这话应验了 怎讲 县知府 本要行文论罪此案 不想 浓墨粘住笔尖 无法下笔 才知 此案 恐有冤情 才令我 覆查此案 如此 真是 菩萨保佑了 菩萨保佑了 可 斗骨三生米 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下愚奔 实在是无法解释 嗯 你 先生你先吃一点吧 买狗 不过出去三生 其余的七声不就是康 七声康 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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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您可认得康七此人 当然认得 他是我家的禁令 康七与你平时有何冤仇 平时康七虽然家境平寒 但与我关系很好 他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人心难测呀 萧先生 属在下先告辞了 你在牢中暂且忍耐 此案终会大白的 我先走了 那就拜托了 小人堂 你且站在一边听本宪断案 将命犯康七押上堂来 跪下 下面跪的可是康七 小的便是 小的便是 康七 把你与吴氏勾搭成奸 后杀人之罪 从十 招来 小的不知 带人证 证人 讲你们所知内情 吴氏 吴氏 康七 长期勾搭成奸 尽人所知 只瞒了萧先生一个人 萧先生 回来那一天 康七先来与吴氏在内房私混 康七从后门跑掉 康七 你可认得此把菜刀 不认得 证人 辨认此把菜刀 这把刀是前年老汉为康七所打的 这上边有老汉刻的印记 人证物证俱在 康七 你有何话可讲 我 大行 伺候 是 吴昭 从十 招来 那日 小的与吴氏 浴火成盛 被姓萧的 回家 坏了小的好事 小的怀恨在心 于是我便回家 取了菜刀 去萧家杀人 享日后 和吴氏做长久夫妻 谁知 是 黑灯瞎火 我闻见 外面躺着的那个 头上的香油味挺浓 料定 那是吴氏 便朝里面的下手 没想到竟杀错了人 大胆 吴氏之死也是罪有应得 怎敢还讲杀错 将康熙拉出去斩了 孝先生 已到家门 在下还有公务 就不多续了 先生逃脱此难必有后福 那我就先告辞了 请多保重身体 这次全靠菩萨保佑 谢谢先生 好 今天我们来 休息一天 好 我们又可以 好 来 坐 来 坐 小先生 我去打点水 你好好洗一下 好 那我就给你做点吃的 老伯 您坐 小先生 您好好养一养 咱们再重新开张 对 别难过 好人自有好报 先休息 调养暑日 这次 我虽免去了杀神之祸 但却感到 世事无常 我决定 去灵影寺出家 无事死有余辜 该日 再另许别人就是了 何必要出家呢 我已决 平日里 既为乡亲 照顾我多年 这房舍 就给李大利居住吧 这是 房戏 明天就请伙计给你送去 家里的 余前圣灵 余前圣灵 让伙计列个清单 送给四乡的受苦人 这事 还请李大爹和伙计 费心操办吧 哎呀 这怎么是的呀 哎 肖善人想出家修佛 倒也好 就是 善人都应该归到佛门 以求正果 灰心厌世 以佛门为躲避之所 如何能修成正果呢 六根未尽 萧人堂 与佛门的缘分还未到 可他已将家中的私产 都分给了众人 如何生计呢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他自有他的去处 感谢菩萨救命之恩 萧人堂不必多礼 快快请起 你要去灵隐出家 这本是好事 但佛门不是消极避世 而是积极入世 你结束已尽 后有天福 三日后将有喜事临门 放去荣禄桥下等待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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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还在 怎么还没有来呀 我去调查 先生 先生在此 不知师父等人呢 我向先生 大厅一个人 五年前的今天 我带着十二岁的孩子 到此逃荒 要放 可怜这一带 也是灾难严重 此日讨吃 未得一厘米 我灰心之急 想一死了之 就在这桥边 有一位先生 他救了我 还给了我很多的钱财 救了我们娘儿俩的命啊 可我不知他的姓名 你在此 等候多时了 你怎知他会来此呢 前几日 我做了个梦 梦见菩萨告诉我 今日 他会来此 相见 有缘相逢 你和善人会相遇的 但不知你们找他做什么 不瞒先生 自从遇旧之后 我们娘儿俩回到老家 节衣缩食 渡过了南关 后来我忙食 下田种地 闲食 支部挣钱 供儿子读书 十年寒窗 今日他入考了 一举中了碳花 被皇上授予 汉林修眷之职 过几日 静静就职 可是饮水思源 怎能忘了恩人呢 你看 这就是我儿 令兰高中 可喜可贺 只是 不知你们找到那善人 做何打算 今日找到那善人 一要败歇救命之恩 二要邀他与我们共赴京城 以度晚年 我看 你们不必了 他既是善人 世恩并非图报 你们不如早早收拾行装 不要误了路程为好 这先生面词口善 再说一整天了 只有这一个在桥下停留 很可能就是他 不如孩儿追上去问个端详 好 去吧 山人 汉林大人 有何吩咐 不敢当 先生不要这样称呼 我打听一下这镇上是否有客殿 不知能不能借先生之事住一晚上 本来在下之事可以居住 可惜最近蒙难 堂污不洁 空难收留 不知何难 内人蒙难 在下孤家寡人 起居无法照应客人 恩人 受我一拜 你怎知是在下 我娘被菩萨点化 说恩人最近蒙难 孤身一人 我与娘商议 若恩人不嫌弃 请与我们认为亲家 共赴京城 区区小事 何言图报 我本不想相认 既然是菩萨指点 我怎可为意 爹地在上 受孩儿一拜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实在是不敢当 实在是惭愧 快起快起 娘 这就是咱们要找的恩人 果然是你啊 恩人 娘 咱们走吧 好 请 请 哎呀 这才是善有善报呢 因缘 因缘 前世为因 后世为原 这是萧仁堂自己种下的善因 才得的后果 凡人怎知自己的一言一行 都为自身的命运种下了因果 看他们一家人多何美啊 咱们没有摘花了 我摘了 我没摘 咱摘了 就是你咱摘的 你咱摘 我看看 你看啊 你看看吧 他还有的 他还有 来 真好看 龙女 善才 你们在普陀好生修炼 我准备外出走走 师父 你有准备去哪儿 带我们一起去吧 师父 带我们一起去吧 我四处走走 去去就回 所以你们就不必去了 你们就不必去了 你们就不必去了 我们就不必去了 我们这儿 我们在最后 这儿都炸了 maka הג 带我们 带我们 救命 别慌 突然风平浪静了 有啥保佑 这下我们得救了 快点 来 老人家 有劳你 我要到对岸去 这江水这么急 你没见刚才那一船人陷切丧命 今天不能败船了 老人家 请收下 不 这可不是钱的事 我这把老骨头总不能要钱不要命 我的两个儿子全死在江岭 老头我盼中老年无子断了香坏 也是为了败船丧生的 可不是 还不是为了赚那两个钱 结果把命搭上了 这江水无情 刚才那漩涡就是警告 今天不意再摆船了 姑娘 还是等明日看看江青再说 可老人家 可我确实有急事 你看这水流这么急 漩涡那么多 你年纪轻轻 万一翻了船 命就完了 老人家 我爹病在那边 我的药要是送完了 怕我爹的命就保不住了 为救你爹的命 你肯冒死风险 看来是个孝 我老汉就是舍命 也要成全你 走 上船 谢谢 来 发稳 坐好 我可能会不会拍摄 我们会感觉到 说想要论 你遵伤 我想要计划 给你 我可能会有个空 可看 发生 买 さん 感谢观看